今天我們要來開箱 歐馬的桂花筒威士忌 會手限定版喔 蛤?會手限定版? 好 大家好歡迎收看魯丹麵酒 我是魯丹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歐馬的最新單筒 桂花筒威士忌 那這支桂花筒威士忌呢 其實可以說是上市的有點坎坷 小沛應該知道為什麼 在前一陣子我們的南投酒廠 宣布說他們要上市這款桂花筒威士忌 結果呢 短短不到一兩天 馬上全部照回 停賣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包裝出了錯誤 其實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負責任的表現 雖然魯丹果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錯誤到哪裡 因為看起來好像修正前跟修正後 看起來都一樣 感覺跟他當初的設計是一模一樣沒有什麼變 雖然他們把他全部照回做修正 這點我覺得是負責任的表現 可是對他們自己本身的行銷而言 我覺得是有一點小傷害的 怎麼說不是品牌形象的問題 當然當一個東西推出的時候 有點像是我們古代在戰爭的時候 俗話說的好 一鼓作氣再而摔三而結 他一鼓作氣出來的時候 當然銷量大家會想要去 但是他這樣突然停頓了一下 然後再上市 而且我覺得他後面再上市好像有沒有 放出很大量的消息讓人們知道 所以包括魯丹我自己也是前幾天 才知道說原來我們的桂花桶已經重新上市了 那也導致什麼 也導致好像這支酒重新上市好像沒什麼人知道 但是他的通路比較特別 也不是說像之前一樣到處都買得到 他只有限定兩個通路有 一個就是在我們台北的歐馬館 就是我們專門為歐馬設計的歐馬館 那邊有在賣 另外一個是哪裡 我們南投酒廠的VIP評寧室 當然雖然他叫VIP評寧室 但是每個人其實都可以進去裡面付費評寧 基本上全台灣大概只有這兩個地方買得到 所以雖然他市出的量不多 魯丹得到的消息是他們這次只有裝三桶 那每桶我們就以上面來講大概200坪左右 全部也大概就600坪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欸好像如果你有機會去我們的歐馬館 或者是南投酒廠都還買得到 魯丹當天在我們的南投酒廠 VIP評寧室買這一次的時候 偷偷的試了一下另外一桶 我老實講 當下的感受就是 花香濃郁撲皮 而且非常的清香 那入口之後呢 稍微有點刺激感 但是他的整體的調性是還不錯的 是屬於那種剝本調性的味道 就在魯丹要拿出魔法小卡的時候 私心的誰的魔法小卡 小沛的魔法小卡 就在我要拿出魔法小卡的時候 偷偷問了一下 哪一桶表現最好 答案是哪一個呢 欸我們就不贅述了 自己看 自己看 當然我相信每一桶的表現都有各自的優缺點 那至於他表現怎麼樣呢 就等我們等一下我們來開箱來試試看 是現在開箱 好那是現在開箱 那我們趁小沛 研究如何開的時候 我來幫大家講解一下這支酒的製程 出片了 那這支歐瑪的桂花筒呢 講到桂花筒可能大家會想說 是不是用桂花酒去認同的 那這個桂花酒呢 其實我們煙酒公賣局也有出一支桂花酒 但是我們這個桂花筒不是用那個桂花酒 而是使用的新鮮的桂花 然後透過我們威士忌的去浸泡 浸泡好之後呢 把這個酒拿去潤桶 潤桶完之後呢 欸把酒拿出來 再把我們的熟成好的威士忌 放進裡面做一個過桶 吸收它的香氣 那可以看到它這次的設計呢 跟我們以往的峰會桶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次的設計就 老實講 設計感真的非常的棒 簡潔 乾淨 可是如果要一系列的風味桶的話 我覺得它要放桂花比較好看 放桂花嗎 可是我覺得它像那樣乾淨的 白色配這種玫瑰金的顏色 我覺得也很好看 那如果說它要出一系列可能 對它如果要出一系列的話 就是風味桶一系列的話 它還是跟以前那樣包裝 會比較感覺是一致的 一個系列 但是說不定這是另外一個系列 因為畢竟它是會所限定版 所以它之後還會再出其他的會所限定版 茉莉花 對也許會有茉莉花 也許會有茶酒之類的 茶酒桶威士忌 如果它拿一些茶葉或者花茶 用酒去浸泡之後拿去過桶 對不對 或者是說我們的紹興酒桶 用紹興酒去過桶 所以說不定它這個外觀的設計 是為我們之後的會所限定版 做一系列的設計 如果是這樣子講起來的話 我覺得就說得通了 嗯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一支酒給 我開了 你開了喔 因為我看它塞子跟以前一樣 我以前不一樣 水晶瓶塞啦 跟我們現在新版的風味桶 其實平衣質跟size是一樣的 那標的話 這次也是才一個簡潔的設計啦 都是英文 都是英文嗎 我覺得其實這比較符合國際化的感覺 嗯 好啦 我們現在倒酒倒好啦 我們來聞聞看 這個歐瑪的桂花筒表現會怎麼樣 沒有那支像耶 好像沒有我們上次聞的那支像對不對 對啊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杯型不一樣 因為上次用的杯子是 比較高腳杯的那一種 那我們這支是我們的 凱恩杯 有差喔 有差 杯型會有差 那你可以聞到它上面一樣是非常甜美的那種花香 我覺得甚至有點玫瑰花的那種調性 可是之前我們那天去喝的那支桂花香比較香 這個是花香但是一點點而已 嗯 桂花一點點 會嗎我覺得它的玫瑰花的香氣很明顯 我就偏桂花的部分啦 嗯 都比較不像我們熟悉的桂花 遠一點比較有桂花味 而且我覺得聞起來不是只有桂花的味道 它除了有一些桂花 我覺得還有一些像是 比較甜一點點的 然後比較粉一點點的像是玫瑰花的味道 然後有一點像茉莉花的味道也有 它有點烏梅耶 中下層嗎 嗯 有一點那種梅子粉那種調性 可是有沒有到煙燻味那麼重啊 黑烏梅有煙燻味 我覺得你說應該是比較像是黑棗的味道 沒有 你如果說忠誠的話是烏梅沒有錯 烏梅的煙燻很重 黑色有醬汁那種烏梅耶 黑色有醬汁的烏梅 對啊那個煙燻味很重 有煙燻味嗎 有那個煙燻味很重 烏梅有煙過 你說應該是黑棗 就是拜拜蛋糕上面那一顆 對對對 那是棗子那不是烏梅 那是棗子那是烏梅 那是烏梅 那是烏梅 那是烏梅啊 烏梅是整顆涼水水 然後圓圓的 然後黑黑的吃起來 會很重的煙燻味那一種 可是 你拜拜蛋糕上面那個也是黑黑的 然後原生也是涼涼燻燻 沒有 它表面是乾燥一層皮 好 我們小沛把黑棗跟烏梅搞混 我不信 好 你去找 黑棗 黑棗 所以呢 不像啊 黑棗啊 這真的是黑棗啊 不像啊 可是它真的是黑棗啊 辯論失敗 所以呢 是烏梅黑棗 黑棗 對阿 我覺得中間的黑棗味道 然後下層有的你知道 那個 橄欖柑 肝 醃漬的那個 鹹橄欖那種味道 對對對 然後我覺得有點 巧克力跟香草夾的味道 我覺得這次的蜜餞味真的很重 這次的蜜餞味道比上一次 可是它並沒有過雪立桶 它是用那個辛香木桶去做的 有蛋糕那個焦糖味 下層 我覺得是香草夾那種味道 而且它整體的粉感比 我們在酒場喝的那一隻重很多 有一些粉撲啦 醃漬水粉的那種味道 應該說 酒場喝的那一隻比較偏 花香輕柔 嗯 這一個比較偏蜜餞 然後比較重口味 可是它的花香依舊也是非常的發現 對 其實我覺得我們歐麻過去的威士忌 喝起來它的花香調性就已經非常的重 那這隻桂花筒呢 我覺得又把它的 它的花香的調性在往上提升的層次 嗯 你甚至在聞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你是在聞一隻 威士忌 它的花香重到有點像是你在聞 花茶 或者是像是我們在 苗栗 我們去聞到像是 桂花釀 或者是玫瑰釀 嗯哼 那種味道 要有新的準備 它55.7%欸 它酒精濃度是55.7% 嗯 OK 那可能酒體會非常的強壯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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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順口的柔和 嘗 有點像是我們在喝蜜茶 嘗 或者是那種 呃 桂花釀泡開來之後那種 水的那種味道 嗯 然後香氣非常的濃郁 花香 蜜香 然後一些果香 嘗 那些果香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是桃子的味道 就是清甜清甜 對一些清甜的水果的味道 像是桃子啊 西洋梨啊 蜜棗 蜜棗 有一點蜜棗的味道 然後整體調性是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柔和 那我們在酒場喝的那一支 我老實講 酒精感稍微重了一些 嗯 趴數一樣嗎 趴數差不多 其實趴數是差不多的 可是這支呢 酒精感降低非常的多 嗯 因為它比較油 可是我覺得它油潤度倒是 不會到那種油膩的感覺 對啊 可是它還會把你包覆住 讓你酒精感不會那麼重啊 嗯 我覺得它的整體平衡度非常的好 而且它包括到尾韻的時候 也沒有那種奇怪的味道 它有點青草味 尾韻的時候 它是有點青草味 可是我覺得我們上次喝那一支 青草味稍微重了一些 甚至有點到腰味的感覺 但是這支沒有 這支的平衡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青草味收的也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青草味就是有味道 但是它不會重到說 下去都還有那個味道在裡面 不會殘留在我們嘴巴的感覺 而且它下去之後 整個喉尖跟鼻腔那種蜜感 跟花香非常明顯 你甚至會覺得你好像不是在喝威士忌 除了那種尾韻的那種 喝下去之後那個尾韻的酒感以外 如果餅除它以外 它整體香氣表現 你會甚至認為你知道花茶 對加了蜂蜜的花茶那種感覺 而且 然後它尾韻有點 感覺甜甜的 還是本身甜甜的 應該是在尾韻上 讓你有一種甘甜的感覺 而且我發現它喝下去 我非常喜歡它在吞下去 耐沙那鼻腔的感覺 因為我們吞下去的時候 其實會有一股氣往鼻腔裡面推 那它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味道 有點像是粉汁的味道 有點像是口紅的那種味道 有點像是我們女孩子在抹的那種乳液的味道 花草乳液那種感覺 有點像是花草香的那種乳液 或者是我們花草精油做的那種 肥皂或沐浴乳的那種味道 其實這支跟我們在酒場喝到那一支 我覺得 調性上是差不多的 主體調性是差不多 但是這支修飾的又更漂亮一些 包括像是我在酒場喝到那種 藥的感覺 藥水的感覺不見了 苦味的感覺也降低非常多 你不能說完全沒有 你現在喝完 十二根還是有稍微的苦苦感 可是它會回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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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那一支喝起來 苦味就稍微重了一些 所以整體兩支比較起來 我覺得這一支的分數 我個人會給高很多 也難怪他們會推這支給我 我覺得它的完整性跟平衡性 好非常多 其實這也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真的每一桶都有差欸 對沒錯 就算是一樣的製成 用同一批做出來的威士忌 每一桶真的是一桶一世界 這是單桶好玩的地方 那也是為什麼 當我們喝到一支好車的單桶 會特別想要再去多收一兩支 桶一桶的威士忌 那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支 歐馬的桂花筒威士忌 第一我覺得它非常特色 第二我覺得它喝起來的調性 非常的平衡 花香非常的漂亮 但是每一桶多少還是有一些差異 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的話 大家還是去我們歐馬館 或者是我們的南投酒廠 親自喝過 選擇你喜歡的味道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看一下這支 來自我們歐馬的桂花筒威士忌 單桶的研究 那喜歡這支影片就幫我們點讚和分享 喜歡我的頻道頻道 我們公開小鈴鐺 訂閱我們並且打開小鈴鐺 喜歡我的小鈴鐺 喜歡我的小鈴鐺 訂閱我們並且打開小鈴鐺 喜歡我的小鈴鐺 開車朋友開車 未成人願富 喜歡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今天真的很香 花香超明顯 喝起來又甜甜香香 又柔又水 你好煩喔 妳好煩喔 タеров